时间拍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红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宣言平台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应该 今天是2024年6月1日 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 这个熊本的投资活动 不过因为早上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 我们日方的朋友们 他们必须得先回去日本 所以在这边深深的跟大家致歉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不过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资讯 绝对不能间断的 所以我这边还是跟大家把我原本今天 要在台北喜来登的这一个活动的简报 一一的跟大家做点介绍 因为这个也是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有报名的有超过200人了 所以非常多人 所以早上非常非常的忙碌 除了要跟大家联系以外 还有很多善后很多这些hotel那边 这个hotel那边整个取消掉 其实费用也没有办法取消 当天的话还是得付掉 那当然这是我们日方朋友他们的支付的 所以我也感觉真的是很可惜啊 不过还好我们有这网路直播的平台 可以透过YouTube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也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一直以来都想要创立的一个东西 这样这样子的平台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资讯服务呢 更及时更直接 好那在这边我也先把 早上这个事情 跟今天这个活动的事情 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 不过信息还是要把它传达给你们 好其实今天最主要 我要讲的东西呢 其实也因为最近这个台北的这个Computex 吸引了非常多全球AI高科技的大楼来到台北 那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来报名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 没有跑去看这个NVIDIA 灰达的黄仁勋 我来跑来看我 捧我这个场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不过今天真的真的 很突然的事情啊 那当然我们也能看到 一个很大的趋势在发生当中 除了我们疫情结束后 这个半导体产业被全球 很关注的在注视当中 大家也知道 这个全球最先进的这些半导体IC chips 基本上都是从台湾这边制造出来了 那除此以外呢 台积电也因应这样子的需求 全球上面的需求 也在美国 也被邀请到美国去设厂 不管他设的这个好或不好 当然美国那边有很多他自己的问题 同时也去了日本啦 去日本的时候发现特别的顺利 而且呢我所知道 这次他们熊本厂所建的呢 也是台积电有史以来 建造最 怎么说呢 他们说建造最好吧 但我不是这个建筑 盖这个半导体厂的专家 我也不知道怎样叫最好 那我相信在后面的厂盖的话 肯定又会再更好 比如说高雄又有个新的厂要盖 所以这个technology一直advanced上去的话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机会往那边走 那当然日本在他们失落这30年后呢 在今年迎来的台积电在九州熊本那边 所以那边有非常多的机会 非常多的新闻在讲解这些东西 在讨论这些东西 那当然我也希望在这样子的机缘当中呢 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本上影片要来探讨的 第一呢 这个趋势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个趋势会这样子的来到你我之间 然后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投资人或未来想要投资的人的话 那这个可能对你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和用意的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很多人说 你这个频道明明不是应该讲 澳洲的吗 怎么突然间 怎么AMEC要推广熊本了呢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纳闷 我如果把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拿回去给三年前的我来看的话 我绝对是骂我自己疯了 你在搞什么鬼啊 这不是你的专长啊 怎么跑去弄这些东西呢 所以我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简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AMEC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去推广熊本 所以这个我这边写原本应该是我的开场白啊 大家看到吗 所以不过今天活动没有没有没有开场成 但我们今天还是在网路把这个场给开了 好我们下一个PowerPoint slide 基本上就告知大家 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啦 你看很多新闻大家都在讨论最近 这个是我用ChatGPT画的图案真的很厉害 他把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国旗就画得好像你中有我啊 我中有你啊是不是 那他们要脱钩怎么脱 脱不下来很难脱啊 那这边其实基本上 这几年我们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事情是事实 已经是事实 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工厂 这个大家都承认 已经二三十年世界工厂了 西方世界突然间要跟他脱钩 不过反正我们先不要谈政治面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政治评论的 我们就讲现实面 西方世界要跟他脱钩 那这是已经在ING的事情啦 但是要跟一个已经有二三十年来的世界工厂脱钩的话 那西方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记得我前阵子 我有澳洲来的这个访客 他们是那个学校的 就是我的母校啦 John Paul的校长 跟他聊起来 我跟他说哎呀 我发现其实 应该这也是事实 什么事实呢 澳洲人不只澳洲人 很多西方人白人 可能一辈子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generation的一代的人 非常非常少的人有看过真正的工厂了 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到 他想了想 他想了想了想 他的女儿和他儿子 还有他的什么cousin 拿植子什么等等 涅死 OK 他回答说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所以这个是现实状况 因为很多的工厂 基本上在这三十年来 全部都进到中国去了 那现在要脱钩的话 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很 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地缘政治的问题呢 是不可能跑掉的 这个我相信你我都同意 不管你是站哪一边的 我们今天不讨论任何政治的东西 但是大家必定都同意 我们现在看到 你这个荧幕的上面的这个图 是现实的发生 当然没有是真正的这个热战 还没发生中 希望也不要发生 但是这样子的这个剧烈的这个变化 和趋势呢 必然是在一直在不断的演变当中 好 那这个 这一页呢 其实是在我去年的 去年 我忘记 可能是9月时候的一个演讲 在讲的东西 我在这边其实 因为我一直都有接触到 帮日本人他们移民到澳洲 现在其实也是做这个GTI的签证 好 那在这个申请当中 我发现他们所有的人呢 他们办的呢 都是氢能源 Hydrogen 所以我也突然的在这个 因为我要帮他们申请签证 我得要做点research OK 所以我发现 澳洲啊 在他们会是下一个氢能源的大国 他们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 氢能源的开采区 甚至可能更多 那我发现啊 有一大部分 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是被日本人给拿下来了 日本的很大的商社 比如说 Sumitomo啊 比如说 Kawasaki啊 三井啊 Mizui啊 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 日本大的商社的这个灵敏力 所以这个左边的这个图 其实是一个昆斯蘭政府的新闻报导 他们的media release 就基本上是日本的investment back to Backs Queensland as global hydrogen powerhouse 所以他们在去年 我记得是在好像7月吧 OK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把氢气啊 他们先把一整条盒包下来 然后用太阳能板把它给电解了 电解完就变轻 轻好像应该是在加 ammonia吧 我忘记是什么东西 把它液态化 或者是浓缩化 就可以把它放 像这个 把它变成像天然气一样 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邮轮呢 就这样子 你所看到像这张图一样 就第一艘 全世界第一艘 轻能源的 载轻能源的邮轮 就从澳洲驶向东京去了 那当然现在可能越来越多 那我后来也发现 其实台湾政府 其实也一直想要 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前阵子 甚至有谈到说 这些邮轮是否在 航线当中 来到去 往这个东京当中 中间先 左 左弯一下 左转一下 来台湾的高雄 停一下 因为台湾还有这个 中钢啊 中钢他们在炼钢的部分 也可以需要到这一个 还有很多精密的工业 生产给这些 不管是半导地产业或科技业的 都需要这个轻能源 如果可以在提炼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变成 Green material Green material有什么重点呢 就是未来它是一个 零碳的话 它就不会被再被磕 所谓的 碳税 Carbon Carbon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Carbon Credit和ESG 也是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好 Anyway 讲到这里以后呢 那这些东西到底还跟日本有什么 哦 OK 有轻能源要去 要从澳洲去日本 那这个跟为什么要去投资有关系 那当然我们就提到了 因为我们刚看到整个大 这个世界的趋势 好 那这个要脱钩嘛 脱钩我们发生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西方世界基本上都没有在生产东西 没有工厂 OK 那发生什么事呢 当一个后疫情完了以后 他们发现 他们真正就直接发现了 哎 我如果真的要脱钩的话 我没有工厂 那对不起 我东西从哪里来 我自己要把自己这些产业链 重新架起来 有那么快吗 OK 很多在产业界的人都听过 什么叫China Plus One 或台湾 Plus One 好像美国都希望 所有的这些供应链 一定要在中国或台湾之外 都还要有其他的工厂 避开这些问题 也希望就是把这个链 全部重新再重整一下起来 但是这有那么快吗 当然没有那么快 谁会盖一个厂会盖那么快 一般的房子都没盖那么快 对不对 那就会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你看到 您荧幕的左边正前方 OK 不是左边 是我在右边 然后荧幕在左边 OK Anyway Inflation OK 通膨下不来 这几天我们还 才再注意了一下 美国的通膨 还是没有下来 虽然比这个疫情 刚疫情的时候 还来的低低 大概一半吧 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冲到9到10了 现在至少都还有4 所以基本上在一半的地方 但是可以看到什么呢 一般我们的 平均值好的通膨 每年应该都有一些许的通膨 应该都要落在他们2的地方 但是现在都还比那个高 而且还是一倍 4的话都还是一倍以上 那可以看到我们把整个利息 联准会 然后央行把利息拉高 澳洲都拉那么高了 压不下来 压不下来的情况下 所有东西都涨价 OK 所有东西涨价的话 没办法 OK 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政客 不管你是执政哪一个人 都一定会有压力的 一定会有压力的情况 就像我们在频道里面 已经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多次了 这些压力 都 因为他们都要选举 民主社会就是要选举 选举有好有坏 OK 什么东西都有好的一面 什么东西也都有坏的一面 那坏的地方就影响到签证和移民 讲到这里 其实都还没有讲到雄本 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过快要了 快要了 那当然在follow我们频道朋友们 粉丝们 当然都知道 我常常这阵子也都在骂 OK 那这就是因为西方世界 在他们后疫情后 基本上 无法透过供应链的重整 因为第一呢 供应链重整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造成是什么 通膨一直维持在他们 原本 如果你回去看去年年底的新闻 大家都在预测 这个今年的利息利率应该往下降了 为什么 因为通膨应该他们觉得应该下来了 结果呢 有下来吗 到今天为止 现在已经6月了 还没有下来 下不来 我觉得短期内也都下不来 下不来的情况下 利息一定会保持在一个高点 保持在一个高点的话 所有东西一直在涨上去的话 一般人民是受不了 受不了就把气发在哪里 发在他们的领导身上 发在他们的政客身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五眼联盟国家 基本上英与西国家 但不止 那个欧洲也是 那个像最近那个荷兰 荷兰 哇 它可能限缩更严重 但它原本就是一个 本身不是一个移民的大国 但移民的大国 我们看到从纽西兰开始 左边的图纽西兰 然后美国H1B 美国H1B以前抽签 好像现在很难抽 不是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国家 也不是说都把整个移民都关了 但是限缩到一个程度 你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过不了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以前不是这样子 然后澳洲也砍掉一半了 现在连留学生都在砍 然后英国也是 英国也砍 加拿大也跟着砍 全部他们的问题 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你去看西方的媒体 然后去搜纽西兰的 去搜澳洲的 去搜美国 去搜加拿大 去搜英国的 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房价一直涨 当然不止房价 房价是直接可以 让大家每天都觉得很痛的 因为每个月都在 大概做什么 交房租 除此之外还有吃的 还有交通 油费涨多少 昨天我才跟 一位在新竹县政府的 遇到的长官聊起来 他说这几年台湾也是涨得很严重 我说哪里有 台湾现在油价多少 台币30多 疫情之前也是差不多在那里30出头而已 没有涨 没什么涨 你知道澳洲涨多少吗 这边有住在澳洲的朋友们 然后有从疫情一路住到现在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疫情之前 拜托我记得应该都是一开头 现在都是二开头的 我说的是澳币 一开头可能那时候就只有 二三十块台币 二开头的话已经五六十块台币 已经涨真的涨了一倍了 当然房价也跟着吹涨 那anyway这些情况下 我们下一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是什么呢 只要还有生产力的国家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工厂 当然我讲的是 不完全是那种 违规很波澜的工厂的概念 就是你至少有个制造力的地方 所以我发现东亚的制造力 所以我这边特别制作了一个图 下面有一个熊本熊 在这里 东亚的因为都还维持有制造力 比如说台湾 我们先别讲其他什么传统工厂 它还有科学园区 新竹的 它还有AI软体园区 等等很多的制造能力 台中也有 台南也有 高雄 整个台湾 整个岛都是一个很强大的 制造能力的一个岛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日本 日本在七年代 八年代的时候 就多强啊 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要嘛东西拿的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不然就是好一点的就是Made in Japan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厂都还留着 那都有这些 这种怎么讲的 技职达人的这种心啊 所以这东亚因为它还一直保有着制造能力 所以基本上 我们没有像西方世界通膨这么的严重 大家想一想啊 是不是我讲的是真是假 大家想一想 真的去比较一下 最近这个疫情已经解封了 很多人都出去出游出去玩了 你去看看 你去美国玩玩看 美国当然现在也很乱了 除了这个以外 加拿大 有在加拿大朋友或亲戚的 问一下就知道了 房价贵 整个游戏是什么样 长了什么样子啊 然后呢欧洲也是啊 我们就不要讲 我们就讲可乐好了 可乐一罐多少钱 大家去比比看 去欧洲比比看 去澳洲北美比比看 大家就可以完完全了解 但现在很多人 这个疫情完后 也有去日本玩的啊 对不对 当然也有去韩国 韩国是另外一个问题 韩国有另外一个问题 但這個我們這不是今天的話題 有去日本玩的我相信 很多人都可以舉手啦 你有沒有發現當然除了日 這個日幣很低以外 我們下一個slide其實就是講到日幣很低以外 它東西很便宜啊 為什麼 它還有製造力啊 你看它所有的東西 很多人喜歡去日本 shopping的 那都是made in Japan 你不會 你很難看到 當然有些小玩具等等 可能還是made in China 對不對 但很多東西它還是made in China 你覺得還是算便宜 而且尤其現在日幣又比較低 相對的台幣對日幣呢 最近也是拉了一點下來 然後 所以呢這個造就了什麼東西呢 我個人感覺這個就是一個趨勢的來臨 當然 如果你說這個東西漲得比較快 比較好 有嗎 過得比較累啊 我記得我之前有做了一集 講到這個有關現在的年輕人 你如果在西方世界畢業後 我們就講吧 最近澳洲他們要把這個最低薪資 就是移民的人最近是拉到7萬3千多少 忘記了 7萬多塊澳幣 差不多5萬塊美金啦 可以過活嗎 可以 絕對可以過活 但是存得到錢嗎 I don't think so 存不到錢 存不到錢 為什麼還要做得那麼累呢 當然不一定做得累啦 希望世界可能做 可能還是有一些休息 但是你 你有可能 拼了三五年 你都沒有存到任何錢 但是同樣的喔 同樣的我們如果回到亞洲來看的話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要去談那種低薪的 就是打工的那種東西啦 我們就講一些好的這些工作 我們就講科技產業好了 professional的工作 我們剛剛講到西方世界 比如說澳洲是7萬多塊錢 也一定是professional啊 對不對 你不是professional 你怎麼可能拿到那麼高的錢呢 現在很多人說 現在很多人很怕 就是讀完廚師在澳洲 沒有辦法雇主擔保 因為就沒有人付到那麼貴的廚師 你剛畢業出是怎麼可能7萬多塊錢呢 好那我們不要講這個 我們講Master of IT畢業的 你可能拿到7萬多 那其實你在 你在亞洲你在東亞 你讀這些科技產業 不管是軟體 硬體 或者是生技 或者是農業科技等等的 你薪資其實也都還不錯 就算我們就直接就只算 美金5萬好了 OK一年的話 你請問一下 大家思想一下 大家都住在亞洲區 東亞的地方 存得到錢嗎 欸 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 只不過台灣有個問題 台灣就是房價 什麼 太貴了 房價太貴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才會 因應這個因緣際會 跟著一幫的客戶們朋友們 到了這個熊本去 我再看了一下 哇 房價未免太便宜了吧 一般的這個公寓的話 當然沒有一房 先不要看一房 看兩房到三房的話 就大概台幣是400到700萬之間 當然這個是我講的是比較精裝 精裝版本的 當然有比較減配的 那如果是投資人的話 你希望是精裝的 為什麼 好租啊 而且租的是中產階級的 比較好啊 對不對 然後那邊呢 熊本現在因應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JSAM 他們現在的空污率 也大概只有一%而已 一%什麼概念 跟現在澳洲一樣啊 大家很多 這幾年 當然也不是我在炒啦 是那個澳洲的Jerry 對不對 把這個澳洲房價炒到這麼高 是不是 去了以後 大家還在繼續往上衝啊 那個價位一直往上衝啊 為什麼 因為供不應求啊 你的租房 租房的空污率 也都是在一%上下 有1%啊 OK 那日本其實也是一樣 我這邊講一下 我去熊本的 這個 第一次去的那種 看到的東西 我發現 怎麼 怎麼左邊轉右邊轉 都看到很多什麼 很多這些 Funeral Service的公司啊 賬 賬 賬業啊 這很好笑 人家說 那這不是就沒有什麼 機會的地方嗎 No No 我覺得呢 第一呢 他在2016年 他們基本上 從這個熊本地震完了以後 當然很多年輕人都離開那裡 那也因應這個部分 全日本呢 花了很多的心思 所以你會看到在熊本 有熊本熊的出現 有很多卡通漫畫的這個作家 在熊本那邊協助他們把那邊光光做起來 但是同樣的 整個地方還是沒有太多太多的發展 因為沒有什麼產業 在那個地方 除了旅遊以外 那這一次 今年2月底的時候 台積電正式完工 從熊本的這個台積電廠正式運行以後呢 他是 他是 繼2016年之後 第一年 人口開始正成長 也就是說 什麼 機會啊 我昨天在這個 我在這個 去了新竹縣政府這邊 參訪 他們也提到以前 竹北那個地方啊 人口就只有 就是一個鄉啊 就只有七萬人 現在已經成長了三倍 三四倍了 二十多萬人 而且是全台灣出生人口最高的地方 那一樣啊 你一個聚落在那個地方 你會產生一個效應 人就開始會進去 那當然很多人也會問啊 你光是一個台積 為什麼可以吸收那麼多人 當然我們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很容易了解啦 因為我們就已經 親眼目睹了 新竹科學區 如何帶動產業 變成一個聚落 因為基本上都辦到底場 對不對 這個原本還有聯電 什麼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造成了一個聚落 然後人開始移入 然後薪資不斷的往上衝 所以這個其實 我也不需要講太多 我那很多的 我帶這些日本來參訪 他們是不懂啊 為什麼一個工廠 可以造就這麼多的 這個這個機會 所以簡單來說 大家們去看一下 觀摩一下 同時我這次 四月底的時候去 熊本的時候 也拿到這張圖 我覺得是那邊的 這個是在熊本那邊的 不動產的公司提供的 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台積電 像熊本這邊附近 還有什麼其他的產業 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張圖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覺得非常之重要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第一 我們只看到了一家台商在這邊 那是什麼 當然就是台積電啦 除了台積電在那裡以外 另外一個不是日商的 就是這個 ASML 大家很了解 也叫艾斯摩爾 OK 其他23家 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企業 日本的這些工廠 OK 那這告訴我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他告訴我說 你如果了解台積電的話 他有他的SOP 台積電是需要他的上下 由所有的Vendor and Supplier 在他方圓多少裡面的 就是在他附近 因為才能產生聚落 這是他的SOP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因為第一呢 台積電要把他的cost 把它drop下來 他們是一個24小時的工廠 他不能有任何的機台 因為比如說 某個氣體不足了 要更換了 某個螺絲鬆了 要修了 或要更換 他每個parts都是 不是我們一般五金行可以買得到的 OK 這些東西一沒有的話 他整個機器process停下來的話 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所以他必須要有這所有很完整的工業 都在他身邊 那我們也了解到 他整個半導體的製程 大概有五千多道吧 裡面可能有一大半 可以說大概一大半 日本那邊本身的工業和產業界 就可以supply 但是還有另外一大半 可能就要台商過去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地圖 基本上告訴我們什麼呢 台商都還沒去啊 這邊沒有看到任何台商 他飆出來沒有其他台商 換句話說 這所有這些綠色的地方 還有非常多可以開發的機會 那當然這就提到 就是我們回來講到 今天這個活動的最主要用意就是 他的雄本的這個無限的機會 讓帶給大家非常多的一個opportunity 尤其是他現在的房地產 是任何一個台灣人 台灣現在房價太貴了 OK 你能拿 乘其核四還可以三四百萬 五六百萬 可以買到一個精裝的 三房兩房的好的一個家呢 公寓啦 我想要是這個公寓 他們日本叫Mansion OK 你更不可能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雄本 還可以啊 而且他那邊的infrastructure 其實都還不錯 因為之前的旅遊等等的這些產業 把那邊也帶動的還算不錯啊 就說交 一般的交通來看的話 所以再講一次 基本上他的機會 我們看到就是 還沒有台商過去 也就是說至少還有幾十上百 或是超過的台廠 要進駐到這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知道 雄本呢 基本上在今年年底呢 台積的二廠也會開始在興建 那一定還有更多更多的這些台廠要過去 那當然機會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除此之外 最近呢我們也收到 報紙上面的信息啊 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 雄本的這個姿勢呢 牟村鏡呢 本人也要 在7月的時候來台灣 基本上也是在拜訪台積 也希望能夠把第三場呢 能夠secure在雄本的部分 甚至打造日本的竹科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是5月30 29還30出來的時候 我倒沒有想太多 我說 當然這只是新聞報導 可能寫得比較聳動一點 那直到 也是這兩天 昨天和前天看到下面這個新聞 這個是台灣的經濟部長 直接在中央社講了 他們有規劃什麼 規劃赴九州社半導體工業區 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說 他要把整個新竹科學區的整個概念 協助雄本線 來去規劃一個像台灣一樣這樣子的半導體的聚落 那同樣的這些新聞 這不是我自己掰的 我們剛剛從上面的這個圖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邊呢 基本上 還沒有任何台廠過去 如果 正如政府所說 台灣的經濟部長 郭部長所說的 要去九州設半導體工業區的話 也就是一個科學區的概念的話 你能想像它還有多少的opportunity嗎 好 那所以這邊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啦我們後面 還會有更多的活動 跟大家講解有關這個 熊本的這些房產的一些 這些新聞和這個 還有資訊 應該這麼說 好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我其實也是 已經準備好的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會說 那我們去投資 當然OK啊 我們就直接飛過去投資 但是我這邊 我後來我去簡單的搜集一下 我也發現 其實日本呢 也多出了一個新的機會 這個機會 基本上就是您在螢幕所看到的 J.Skip簽證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在去年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竊竊的確定是哪一個月 是前年開始討論 去年4月一直到年底一整年 大半年的時間 就把這個簽證給敲定下來了 它叫J.Skip 它叫特殊高度人才 或是特別高度人才 Anyway 反正意思就是 Highly skew 基本上就是日版的GTI 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已開發國家 從澳洲也開了Global Talent 美國有類似的 他們叫EB2 然後NIW吧 然後加拿大有Global Talent 英國也有Global Talent 像日本也開了J.Skip 基本上就是日本 日版的GTI的簽證 那這個簽證呢 也是因應他們在疫情後 也是要增強科技人才 不過他們在法規上面 並沒有完全的去講說 一定是要科技人啦 不過因應他們的薪資的要求 他的criteria 基本上能夠進到這個產業裡面 應該都是科技人 因為大家看 他的最低薪資要求是 日幣2000也就是台幣400萬 你不可能說我是一個賣面的 然後賣賺到 對不對 薪資到400萬 除非你自己開店 那你自己開店的話 你也不會去 如果想要自己開店的話 你就直接用這個生意的 自己自顧的模式 日本有這種管理簽證 我可以自己去的 不像澳洲還不能用自顧的 日本就直接用這種方式去了 那這個基本上 我會寫科技人才 但是他的簽證上面 如果在他正式的官網上面 是不會寫科技人才 不過依我所看 基本上他是match 我們常了解的 Global Talent簽證的這個部分 那他這有什麼優勢呢 首先他 你看他這個跟Global Talent很像 他沒有特定年齡要求 那Global Talent會說你55歲以下 但55歲以上 你要有extraordinary的這個performance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 意思也就是沒有特別的年齡要求 沒有特別職業別的要求 當然你不能說我是拉麵王 OK OK可以 那你如果要開店 你就只用經營管理簽證就好 不需要用到JSKIP 不過基本上都是落實在這個科技產業裡面 這以我所知 還有他不需要傳統很多日本人 要過去簽證要這個日語的能力 那這邊基本的要求 這邊大概列了一下 但是不是那麼 不是竊竊這些啦 但是如果你熟悉我們在 我們頻道裡面講了很多Global Talent部分 基本上就是科技產業的人 因為只有這些人的話 他的年薪才怎麼樣 2000萬日幣以上 OK當然以我所了解很多在科技產業的人 他遠遠超過這2000萬日幣 就是400萬台幣 那你如果沒有 你有碩士就要加上年薪2000日幣 如果沒有碩士 你要工作經驗10年以上加上2000萬日幣 OK那如果是高管的話 你工作經驗5年 然後加上年薪4000萬日幣 然後也需要一個日本的公司 給予一個offer或聘雇的合約 那基本上就是說 就像澳洲的Global Talent 他需要有個提名人 Nominator 日本那邊也是一樣 那他這個地方 我講解一下 比較特殊的 當然如果你直接有日本的公司 他直接聘雇你 給你這樣子的offer 比如說2000萬日幣的話 OK那就簡單 OK那你要提供這個公司的註冊 他的可能網站 還有他的這個年度報表 所以沒有欠稅等等 這是雇主要提供 這是資方要提供的東西 他還有另外一個做法是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自行設立一個公司 有點像自行 製作管理簽證這一樣 生意經營管理簽證一樣 自己設立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 當然你是在科技產業的人 你設這個公司 你可能跟台灣或哪裡 有特別的一些商業的模式的MOU OK那透過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也是科技產業 不管是什麼parts 不管是賣 我不知道USB 或賣什麼東西 都可以或是特別的什麼服務 或是科研的什麼服務 然後這家公司呢 在自己聘自己 以那個薪資的需求 2000萬日幣的需求 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算起來呢 還是比澳洲的 這個部分還是比澳洲來得鬆 那澳洲當然你找個Nominator 像台灣可以找 這個貿易處理 澳洲的貿易處理 來協助 不過日本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蠻Flexible的 Flexible的 OK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它還有什麼優勢 它這邊的優勢還有就是說 基本上它是一次給5年 所以你看這個跟澳洲的Global Talent 基本上一樣 然後傳統來講 很多人要移民日本的話 最煩最煩是什麼 它以前都要居住個5年10年 才能拿永住 那日本呢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日本是不能雙重國籍的 所以一般人移民到日本的話 你如果要拿他的國籍 拿他的護照的話 你就必須得放棄你原來的台灣 香港 美國 或是澳洲的護照 所以一般移民到日本去的 都是拿什麼 拿他的永住 Permanent Residency 那以前都要住上5年10年 才能拿永住的 現在如果是JSKIP的話呢 它只要居住滿一年 然後就可以申請永住了 OK 那住滿一年的定義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常住日本 那常住的話 它的定義是 一年至少一半的時間在日本 也就是說如果每一個月呢 你就是住兩個禮拜 OK 然後當然你飛來飛去 但是日本方便 其實如果去熊本 我舉個例子 如果去熊本的話 就只有兩個鐘頭就到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要這樣飛 OK 那就是一年後 你只要裡面有183天以上 住在日本的話 就沒有問題 那同時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說 那會不會日本 我看日本好像也有全球稅 沒錯 全世界其實都有全球稅的概念 那在稅務法上面 當然這個我建議大家 還是去找專業的會計師 再去確定清楚 但是會計師要去分清楚 會計法裡面的永久居留 永久居民的概念 跟移民法的永久居留概念 是 對不起是不同的 很多會計師在他的tax law裡面 看說永久居留 他會說你申請這個移民是永久居留 你就必須變這個樣子 不是喔 會計法的永久居留 就是他們的稅務居民的概念 稅務居民在日本的話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透過ChatGPT AI或是Google 怎麼搜都可以 基本上的概念是 你要住滿超過一年以上 你才成為他的稅務居民 那如果按照我們剛剛所看的 你如果當然要算清楚啦 你先一年住滿半年 你拿到永住以後 那你可以就怎麼樣 你不一定要一直常住那裡 你不要住到 當然你一直住你就變成那邊居民 那是肯定的啦 那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其他日本以外的賺的錢 日本的稅務局也不會跟你有特別 任何的什麼關係 我們要了解全球 只有美國會有所謂的肥卡條款 他會去 不管你有沒有住 住靈天他都嗑你 OK 但是日本跟澳洲一樣 你要成為他的稅務居民 那成為他的稅務居民 在稅務法裡面 他都會定為永住 但是他永住的定義是 稅務居民的概念 所以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OK 那基本上啊 那 這是我今天 會去 原本應該在活動裡面呈現的這個 資訊 那在這邊也再次的 跟 這次活動的取消 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還有就是說 大家注意您的螢幕的左下角 有一個新的連結 叫做Jskip的諮詢 基本上是 amecnews.com slash J1-skip 那就會有個表單 填寫完後 我們也可以協助您做 後續的這些視訊的諮詢 然後辦理這個簽證 那好了 現在很多人就有一個問題 那我為什麼要辦這個簽證 OK 當然第一 很多人說 哎呀這個 台海還是有一個 這個局勢 是不是拿到東西有備案 對 Yes 第二呢 在日本呢 開什麼東西 開他的銀行戶頭 哇 比申請這個簽證還難啊 OK 那你要有簽證 你再去開戶 簡單多了 那在日本開戶 有什麼好處呢 你如果是生意人 當然會知道有好處啦 他的利息低啊 OK 想想看啊 你如果可以從 日本帶到款利息出來的話 所以你可能 薪資也自己把它走個 兩年吧 或一年 我看不同的銀行 給不同的 這個他們的 這個financial plan OK 你可以帶到他的錢 然後這麼低的利率 然後 再投資澳洲的房產 嗯 大家想想 那如果澳洲房產 他賺的這個租金又高 日幣又低 再把這個租金 反饋回到日本去 那在日本又再投資的話 是不是 不錯的想法呢 Anyway 這是我們今天活動的內容 也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期見 拜拜